刚才说你希望做她一个好老婆 告诉我 在她看来什么是好老婆 她回到家最有一口热乎的饭 脏衣服最有人给洗 做不到这些她就认为我不合格 那在你觉得呢 做到这些就是她的好老婆了吗 也不见得 我也是想 你还要做到什么能成为她的好老婆 我希望我能帮得上她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没用 这其实是你心里觉得最不安全的话 你现在觉得除了做她的保姆 你又是除 你刚才最后 你最觉得严重的那件事情 就是说她在一个婚礼秀上 充当别人的新郎 给别人去戴戒指 说我爱你 那是你觉得最不能容忍的 对吧 恰恰在我们看来 那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仅仅是一个秀而已 那仅仅是她工作而已 而恰恰你一步一步忍让的 试图做她的好老婆的那些事 才是最最严重的 你在工作上需要她的帮助的时候 她没有给你 反而给你的是一种什么呢 看不起对不对 对 你干脆就你干不了工作 你就在家伺候我吧 你生着病还要给她做饭 居然她还在刷单 真是在刷单吗 只是在表述一种 你根本就不重要 你只配做我的保姆 这些一步一步你丧失的 就是最最关键的 你忽略 你居然还认为 那件事情是最关键的 把自己的自尊找回来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能够让这个男人对你好的 唯一的条件就是 让他看得起你 让他心里有你 让他觉得 如果你一旦离开他 你能过得更好 他一旦失去你 他会过得更糟 他应该还是很关心你的 但是他太过于自私了 而且还矫情 对不起这种自私矫情的人啊 就是不搭理他 就是让自己过得更好 就是不帮你 你有什么呀 不要他的钱 要自己挣钱 好吗 好 做到这一点 问题就解决了 不需要我们来修理他 你自己修理他就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保姆比你幸福 首先保姆有工资 你有吗 其实保姆身体不舒服 可以请假 你可以吗 再次保姆做错了事 雇主不一定会当着所有人面来批评他 可你呢 最后保姆说不干可以走 你能走吗 保姆是有尊严的 他与雇主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他受到尊重 他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而你不是 如果说一纸婚姻是为了让你找到幸福 那么婚姻实现了他本身的价值 但你的一纸婚姻不是追求幸福 是把自己卖给了这个男人 所以你想想你值得吗 再说到这个男人 如果说一个在外面混得还算不错 有点本事的男人 在家里刷点大男子主义 我们多半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个本来就无能的男人 偏偏要在家里刷存在感 那就多少有点欺软怕硬的 况且我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大男子主义 真正的大男子主义 是否认女人的能力 觉得女人不行 什么都要靠着男人 但是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 随之而来的行动就是 男人会亲力亲为的去做 但是有些男人不一样 他就不叫大男子主义 他们是在外面本身自己不行 回来还要骂老婆不行 这不是大男子主义 另外 多多少少在外面混得不错的男人 或者说 多多少少在外面惊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